着西乡的太平部落一名七十多岁的黄姓长者 外出和朋友喝酒吃饭 回家的时候因不胜酒力 竟然倒卧在马路上睡觉 中平派出所的远警刚好在部落巡逻 发现了这名长者倒卧在路边 立即前往处理 并且将他平安的送回家休息 太平部落一名七十几岁的黄姓长者 外出跟朋友喝酒吃饭 回家的时候因为不胜酒力 竟然卧倒睡在马路上 中平派出所警员刚好在部落巡逻 竟然发现这名长者在路边睡觉 立即前往处理 并且平安的护送他返家休息 远警说由于部落道路狭窄 生怕往来车辆已不注意导致意外发生 村民说部落道路几乎都是狭窄上弄 新规友派出所远警即时发现 并且热心协助送他回家 防止了这场交通以及意外事故 预防局也提醒民众应该要多着亮色衣服 以及提高辨识度 也呼吁饮酒要适量 不要走后嫁车千万不要自行返家 除了会危及自己的生命身体之外 也会影响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记者综合报道